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单元 前几周我们谈到的价格 基本上在理论上面一个商品 大概它就是有一个单单一的价格 那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价格非常的多元 同样的一个商品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商店 你都发现它有可能有不同的价格 所以我们来谈谈厂商有哪一些价格策略 或者是说这些价格策略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 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刚刚那段影片我们发现有一个营业员 他会针对不同的顾客然后收取不同的费用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们撇开到的层面我们不谈 这个业务员其实你要佩服他非常的聪明 因为他了解什么叫做差别定价 什么叫做差别定价 其实简单的说 同样的商品只要它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套利的行为 也就是说我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之后 然后我在想办法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 只要买方他没有这样子的套利行为的话 那厂商也就是卖方 其实他可以针对同样的商品 然后定不同的价格 我可以因为不同的数量 我可以因为不同的人 族群定不同的价格 这个就叫做差别定价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差别定价 在理论上面有第一级差别定价 第二级差别定价 第三级差别定价 这样子说起来好像有点零散 或者说有点抽象 我们分别一个一个来看 刚刚影片中健身房的费用 它有4500块钱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拍卖的机制 其实它是在做什么 拍卖其实它就是在筛选 月付价格最高的消费者 这个之前我们谈过 所以价格越低的时候 当然需求的数量就会越多 想要买的人就越多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再把价格提高 这就是拍卖的机制 我再提高再提高 所以买的人会越来越少 但是出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影片中的那个业务员 他可以针对这个顾客 他知道他是一个贵姐 他长期呢就是站着缺少运动 所以健身房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个他怨妇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商品 比起一般的其他的上班族或是说家庭主妇 所以他可以跟他收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而不是用一个供订的价格 或者说他卖给其他顾客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价格 不同消费者 事实上在需求曲线上面就刻画了 有不同的怨妇价格 如果我可以针对不同的消费者 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怨妇价格 然后就跟他charge那个价格的话 那这种这样子的行为 比方说供订价格应该是一个商品 他应该是5000块钱 但我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的怨妇价格 我跟他收取不同的费用的话 那这个就叫做完全差别取价 也就是第一级差别定价 所以片中的那个业务员 当然我们从到的层面看 他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他就是一个完全差别取价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 那除了第一级差别定价 就是这种完全差别定价之外 现实生活中还常常看到 来这有一个例子 一个十块 四个三十五块钱 台湾什么东西都很流行 台中火车站附近有一家冰淇淋店 那那个冰淇淋呢 他准备定价的 那个冰淇淋店即便是大排长龙 一颗冰淇淋 一球冰淇淋它的定价是九十元 两颗是一百六 三球是两百二十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 或者是说我们经常看到的 因为数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价方式 那这怎么解释呢 我们来看一下 消费者一样 如果价格越便宜 我的需求量当然就越多 好 现在一个三十块钱 如果我买三个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十块钱 买三个的话就是三十块钱 好 那三十块钱就是 你可以说是消费者付出去的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厂商的什么 它的收益 那现在如果我买第四 也就是说我觉得我需要这么多 所以我就买了四个 四个的时候三十五块钱 你会发现三十五块钱 每一个商品的单价就变成了八点七五 而不是原来的十块钱 站在厂商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多了一层 也就是说一个十块钱 但是四个可以卖三十五块钱 而我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 不是只有买到三个 而要买到第四个的时候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因为我卖出第四个的时候 从十块钱每一个单价变成八点七五 对不对 这个是因为我多卖了 从消费者从买三个单位 到第四个单位所增加的 如果我能够多卖一个 他买了第四个 所以我能够增加的八点七五 可以大于三点七五的话 厂商我就有意愿做多一层的定价方式 当然它还可以有六个多少钱 九个多少钱 更多层的定价 这取决于什么呢 就取决于当你价格下降所减少的收益 跟你价格下降能够多增加的销售量之间的一个权衡关系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级差别定价 也称为所谓的非线性定价法 所谓的非线性定价就是 第一第二第三单位的定价 单价跟第四单位它是不一样 所以它不是一个线性增加的 所以还有一些很类似的 比方说有一个所谓的 游乐园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定价方式 或是很多的会员制 你先缴一笔会员费 你再做消费 你所购买的 或者说你所消费的商品 单价跟非会员就不一样 这也是一种非线性定价法的一个利用 一种应用 那我们都统称叫做第二级差别定价 除了上述这两种之外 我们来看生活中常常你会发现 有很多是因为身份不同 然后会有不同的价钱 比方说像电影票 它有分成人票 学生票 还有机票 机票还有经济舱 还有商务舱 高铁票 高铁票有早鸟票 那你也可以不用事先买 我可以当天再买 你发现它的价格都不一样 但是不是我今天搭了高铁的早鸟票 我就跑得特别慢 或者是说我今天电影票 我买的是学生票 我就只能看二分之一的电影 不是 但是它就会比较便宜 理由在哪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例子 并不是因为学生比较没有钱 并不是因为订早鸟票的人 也比较没有钱 那理由出在哪里呢 弹性 怎么说呢 我们用这两条线 相信大家如果之前的单元 有充分消化的话 就发现左边的这条需求曲线 它的弹性比较大 右边的这条需求曲线 很显然它的弹性比较小 也就是说它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比较低 当价格波动的时候 我的消费量 或者是我的需求数量 变动的比较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有一个价格水准在这个level 那各自的需求量 我们相对应把它画出来 当价格改变的时候 也就是说今天价格下降的时候 左边的这个部分 它所影响的层面 跟右边这个需求状况 所影响的层面 很显然就不一样 当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时候 价格下降 我流失的这块蓝色的面积 要比右边这个需求弹性 比较小的时候 流失的面积要来的大很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还好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弹性大的人 我在价格上面就应该要比较弹性一点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 调整这个价格的时候 我应该是针对弹性比较小的人 我定一个比较死的价格 比较硬的价格 我对于这些弹性比较大的人 我就多放出一些优惠 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电影票 学生跟成人比较起来 你会发现 学生的弹性 当然要比一般成人要来的大 所以票价比较低 商务仓跟经济仓 很显然的 如果今天能够搭乘商务仓的 大概就是公司 或者是说他所属的单位 或者是说他已经订不到经济仓的票 他必须要做商务仓 所以在价格上面 他比较不会计较 他的弹性比较低 所以他的价格要比较高 当然商务仓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的 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跟经济仓比较起来 所以这些如果撇开不弹的话 你会发现 搭商务仓的人 他的弹性比较小 所以价格来讲 他当然可以订得比较高一点 早鸟跟当日买 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我可以提早计划 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我可以不用搭高铁 所以对于买早鸟的消费者来讲 他的弹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早鸟票 我可以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级差别定价 也就是依照消费弹性的不同 不同的族群 我收取不一样的价格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准则 就叫反弹性定价 同样的商品 如果消费弹性 也就是需求弹性比较高的话 我就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如果他的需求弹性比较高的时候 我就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好 今天的课程到这边 来 我们看下面的问题